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晚OMNI都會聚焦 我是林佳璇 新聞一開始要關注的是 一起凶殺案 溫哥華警方公佈了 華鋪凶殺案死者身份 他是一名來自Burnaby的日裔男子 他生前的同事及朋友 向本台表示 對被害者的遭遇感到震驚 希望真凶早日落網 來看記者陳英文的報導 溫哥華警方證實 華布昨日凌晨發生了凶殺案 受害者是32歲的 本納比男子Wataru Kakiuchi Kakiuchi生前曾是耶魯鎮 一間日式居酒屋的廚師 我們真的很憤怒 我們能不能吃更多的食物 他做的食物 為何他不是人為了 因為他不是人為了 因為他不是人為了 為何這種事 曾經與Kakiuchi共事的同事 還是無法相信 他就這樣永遠地離開了 同事們和居酒屋東主回憶 Kakiuchi是一個善良 友好 熱情的人 Wataru是一群的陽光 這實在是說得很粗糙的事 但只是一個 開心 正確的人 很簡單 很棒的音樂 很棒的朋友 有认识Kakiuchi快十年的朋友说 刚来温哥华时 Kakiuchi给了他不少帮助 多年来他们见证了彼此 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 也对未来有共同的规划 却已经无法实现了 但是两人一起吃饭车 或者日本食物都更加广告 由于案发现场 距离Kakiuchi一位朋友家很近 他猜测Kakiuchi可能是在朋友家喝酒 凌晨搭出租车回家时遇害 日本驻温哥华领事馆表示 温哥华警方昨日通知领事馆Kakiuchi的死讯 目前领事馆也已将消息 传达给Kakiuchi在日本的家人 Kakiuchi的家人和朋友 傍晚带着鲜花前往案发现场 举行简单的悼念仪式 昨日凌晨3点半左右 警方接报在命接以东的 YUNIAN街JORGIA高架桥下 发现Kakiuchi受刺伤 他经抢救后不治 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 警方表示已经在案发现场附近 增加了警力 相信公共安全不受威胁 同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Omni News记者陈一文报道